J.J.汤姆森发现了电子 开启了研究原子内部物质的研究 汤姆森认为 原子是密度均匀且不带电的球体 就像是西瓜一样 其中带负电的电子 如同西瓜子均匀分布在其中 而果肉的部分则带有正电 且具有大部分的质量 我们称此为西瓜原子模型 西瓜模型流行了一阵子 最后被拉瑟芙在1911年的 α粒子散射实验给推翻了 拉瑟芙为了要考察原子内部的结构 必须寻找一种可以射到原子内部的粒子 这种粒子就是从天然放射性物质中 所放射的α粒子 α粒子是一种带正电的粒子 由两个子子及两个中子组成 并不带任何电子 一级等同于氦的原子核 利用α粒子的散射 射向超薄的黄金 此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99.9%以上的α粒子可穿透过金箔 少部分的α粒子会产生角度偏差 极少部分粒子的偏折角甚至大于90度 拉瑟芙透过实验结果得出了两个结论 1.原子内部大部分的空间都是空的 2.原子内部必有很小的区域又重又带正电 证明原子核的存在 拉瑟芙因此修正了J.J.汤姆森的西瓜原子模型 变成有原子核的行星模型 拉瑟芙对于原子核内部的构造也很感兴趣 在1919年时 又以α粒子去撞击氮原子 发现了一个带有正电 质量为电子的1840倍的粒子 这个粒子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质子 而1932年 科学家查队克 拿α粒子去撞击皮原子 发现了一个不带电 质量和质子差不多的粒子 也就是我们称的中子 自此原子内部基本的结构 已经差不多完整了 而中子又有什么作用呢 想象一下 如果原子核的内部 挤满了带正电的质子 是不是很容易会产生排斥力 所以中子的功能 就是为了稳定原子核 所以当你观察周期表时 会发现直子数较多的元素 中子数与直子数的比值也会比较大 原子核中的直子数又称原子序 是用来判断于原子种类的主要依据 核内的直子数若不同 原子种类就不同 原子序就像原子的座号一样 周期表就是依据原子序排列的 原子符号中 x表示元素符号 a表示质量数 也就是直子数加中子数 z表示原子序 等于直子数 举例来说 碳12表示碳的质量数为12 因为碳的原子序是6 代表原子中有6个直子和6个中子 除了质量数和原子序外 表示在元素符号右上角的 为原子所带的电荷数 即为核中直子和核外电子的差 也就是电荷数等于直子数减电子数 例如铝原子和铝离子 铝离子带三个正电荷 根据这个关系 电子数等于铝离子的直子数13 减掉三个电荷 也就是10 同一元素的原子 都具有相同的直子数与电子数 若这些原子 有不同的中子数与质量数 这些原子即互为同位素 例如 铝35及铝37 由于原子的化学性质 与其电子数或直子数有关 因此同位素间的化学性质相似 但物理性质 则因为彼此的中子数不同而有差异 自然界常见的同位素 出现在氢、碳、氧、氯等元素 各同位素在自然界的含量不同 因此影响该元素的原子量 而周期表中表示的原子量为平均原子量 元素的平均原子量为各同位素的原子量 乘以其在自然界含量所得的总和 例如 碳12的原子量为12.0000amu 碳13的原子量为13.0034amu 碳14量太少 忽略不计 碳原子的平均原子量 等于12.0000乘以98.89% 加上13.0034乘以1.11% 等于12.01 让我们来统整一下原子内部基本的结构 原子核占有原子大部分的质量 电子占有大部分的空间 直子与中子的质量相近 中子不带电 直子带正电 电子带负电 两者电量相同 化学反应涉及电子的转移 直子树木决定元素的种类 而中子树则决定同位素的存在 原子模型发展历程 科学模型的演变从道尔顿原子说 原子不能再分割 到汤姆森原子模型 而拉瑟福依据α粒子散射实验结果 又建立了行星模型 想问问各位同学 如果原子模型 真如汤姆森所说 为西瓜模型的话 那拉瑟福α粒子散射实验结果 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哦 下次见咯 拜拜